艾訊是成立於1990年 一開始以發展工業自動化為主 所以我們發展的方向 比較不是像一般的商用型 或消費型的產品 主要的R&D技術開發都在台灣 我們約有85%的市場都是在海外 尤其是美國跟歐洲 能夠進到艾訊的人 第一個當然我們的希望就是說 除了他的學經力以外 當然最重要就是他的企圖心 所以我希望的人才 當然願意去挑戰 願意有熱情的去多方面的去接觸 甚至說他沒有很多的經驗沒有關係 他能夠保有一些特色 比如說有好奇心 然後有熱情 然後願意學習最重要 這是我們想找人的一些基本原則 艾訊其實他的員工福利的部分 除了基本的不管是勞健保還是團保之外 其實公司還有年終獎金的部分 然後還有我們有員工分紅 我們在戲職場這邊 我們有彈性上下班兩小時的這樣的做法 原因是因為我們可以利用彈性上班的兩小時 可以讓同仁去照顧家庭 或是兼顧他自己發展的機會 我們這次主要的職缺的部分有PM 就是我們講的產品經理 那還有就是國外的業務 那還有就是研發工程師 那研發工程師有包含了軟體的研發工程師 還有硬體的研發工程師 如果您具備有這樣的好的專長 其實我們非常歡迎你加入我們艾訊 一般來講的話像新鮮人的話 你最好就是能夠把你的 就是在學校裡面的經驗 或是說你曾經做過哪些專題 參加過什麼樣的社團 那甚至你有什麼樣的 第二外文能力的部分 在短短的一分鐘甚至30秒之內 就盡快把這些 你的個人的優勢要講出來 那如果是你是有經驗的工作者 也可以把你曾經過去做過的 一些成功的一些案例 特別的去講出來 或者是你也有具備一些 某些的外文能力 那在這個比較短的時間內 能夠讓面試官吸引到他 覺得他想要聽你繼續講出你的長處 第一個問題我大概會問 從閱讀習慣 那代表這個人有沒有一個 學習成長的心 那麼第二個問題是 過去的這個工作經驗 最讓你有成就的部分是什麼 當你能夠提出你自己的職業規劃 你能夠提出自己的目標的時候 一方面也讓面試官知道 而我是有規劃的 你對你自己是有企圖心的 是有對自己的未來工作 是有憧憬的 是有願景的 那麼這個就是要掌握 這個黃金的面試的時間的一個重點